干 大家好我是Ivy 我是你们的美食博主 现在不是酒博主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弄了一个生蚝 应该搭配什么酒吃最好呢 我现在就来到了Hot Island这边买生蚝 那么今天呢我选了六款酒 有我们的清酒、香槟、白葡萄酒 琴酒还有两款不同风味的威士忌 那大家觉得哪一款酒会最配生蚝的 在宫廷上打出来 123456 看看最后谁猜对 那我们吃生蚝呢 首先第一步什么叫做自力更生 买来的生蚝都是没有打开的 今天我要表演什么叫做葡萄酒博主 真的什么都要做呢 首先呢我们要给自己穿上一条美丽的威士 准备就绪 我们拿出一条干净的布 然后这个呢是刚刚在生蚝店买的生蚝刀 然后他还送了我一个手套来吧 我今天呢买了两种不同的生蚝 大一点呢叫做地震生蚝 他说这个呢海水的味道会比较重 所以呢我想用这个来搭配烈酒 那这个呢是他们这边小的甜水生蚝 那边的人说这个呢后味会有一点像柠檬一样的味道 所以我用它来搭配清酒还有葡萄酒 找个地方搓进去 好 欸 笑开了一点 然后把他这个咬合肌给搞断 还要拿刀在里面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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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滴水 最後一个我就可以开始测评了 我成功了 我看我用了多久 我用五分钟 花了五分钟之后我终于可以来享受我的劳动成果 那我们第一个要来测评的是 这个清酒 这个清酒它蛮有意思 上面就写的 paring with oyster 是为生蚝做的清酒 他说这个呢是要冷着喝 气味跟香气方面是中度 就不是特别重的清酒 那刚刚那边那个生蚝店呢 他们有自己家做的醋酱 我看里面是放了醋 洋葱跟香菜一样东西 干 这个清酒它有一股奶油的味道 跟生蚝的海水结合在一起 虽然很奇怪 但是你的大脑就说爽 我觉得可以 那下一个呢就请出我们的香槟 就一般大家都觉得香槟 就是专门来配生蚝还有海鲜 其实我觉得没错 而且香槟呢其实什么都能配 你想配牛扒 就没有香槟不能配的东西 我是不是应该改行做美食博主 太新鲜了 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大家要开两三个小时的车来这里 也吃生蚝 香槟有很高的酸度 所以跟生蚝就很好的中和了 就你不觉得任何的心 那今天这白葡萄酒呢 我选的是Chenry Blanc白诗男 我很喜欢白诗男的原因就是它超级的高酸 实现了生蚝自由 还是那种甜水的带有柠檬后味的 这白诗男它有那种哈密瓜芒果 我觉得它给这个生蚝带来的是果味 就那个酸度会去了心 但是呢后味你会尝到很多很多的果味 接下来是我们的烈酒测瓶 我们要来试下勤酒来搭配生蚝 但是你以为我要有蠢喝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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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太硬喝了 我要来做一个我最喜欢的饮品 金汤粒 到那么三分之一的清酒 加入我们的汤粒水 这个生蚝呢它说是那种海水味比较重的 所以我觉得呢是口味比较重的 可以来搭配一些烈酒 那这个金汤粒呢有后望四十七的那个四十七种不同的草本 来跟我们的鲜味搭配在一起 这个应该是我喝到现在最喜欢的一个搭配 对对我们来继续试试看威士忌有没有给我们惊喜 一般威士忌都不会来搭配生蚝是吧 但是上期视频你们很多人在弹幕抠了威士忌 那么首先测评呢是日本威士忌 白粥就是我最喜欢的日本威士忌 如果之前没有看过山崎跟白粥的测评对比的话 赶紧去翻一下 白粥呢它是属于没有很多的泥梅维 但是属于纯净花香跟果香的一个威士忌 怎么说呢就给这个纯净的威士忌注入一个海水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就这个威士忌的味道还是会盖过生蚝 你几乎尝不出生蚝的味道 我觉得生蚝还是要跟一些比较清淡的酒类去搭配 我们来试下那个可能这个还不够给力 试一下云顶 OK这个呢是Spring Bank云顶的18年 它比刚刚那个白粥肯定是重口味很多 我最近很迷这款威士忌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威士忌的 可以在上方扣衣 我可以出一期视频告诉你 泥梅来搭配生蚝 很特别 说真的这个泥梅味跟这个鲜结合在一起是很好的一个组合 我感觉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泥梅味跟生蚝 这个真的是有惊喜 泥梅味那个有点非常重 然后跟这个鲜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口味的碰撞 虽然就不是很搭但是它撞起来就是这个真的有惊喜 大家可以泥梅味去搭配生蚝试试 这个搭配呢我要现在给它一个排名 最后一名 我真的觉得日本威士忌不太适合生蚝了 那个味道就很奇怪 no right no 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 第五名呢我觉得是这个白葡萄酒 因为我觉得它果味太过于这个生蚝的鲜味 我觉得搭配生蚝是他们两个是互相促进的一个作用 但是这个的后味我只尝到了果味 我没有尝到任何生蚝的味道 第四名呢就是香槟 香槟虽然大家都会觉得说很搭生蚝 但我觉得就中规中矩吧 就是如果你把这些所有我刚刚的酒拿起来一起做一个对比 香槟并不是很突出的那一味 第三名就是我们的清酒 就除了咸鲜之外呢 还有一个奶油黄油的那个口感 就是让这个口感感觉很好 就在你嘴巴里流动的那个感觉 第二名我要给到我们的金汤丁 其实鸡尾酒也是可以搭配生蚝的 而且很棒 大家真的要试一下 它这个香料就给生蚝增加了很多吃的那种乐趣 最后大家也知道了就是这个 我都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以为是香槟会第一名 清酒会第一名 结果 这个充满了泥霉味跟烟熏味的威士忌 就是我们的第一名 好那不知道你们猜对了没 但是我今天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 如果你想看更多像这样的食物搭配不同酒的节目 给我点个赞 还没关注我的干净点关注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 关注转发30一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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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